下一個三元色是顏料的三元色 顏料的三元色基本上是所謂的減靶 剛才的光的三元色叫加靶 紅光加綠光會變成黃光 就算加靶 這算減靶 為什麼 因為顏料是不透明的 它吸收所有皮的光 只反射某種顏色的光 讓它出去 它吸收掉所以它就算減靶 顏料在這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剛才那個中間那個 楊紅黃跟青 黃就是會有紅跟綠 楊黃就是有紅跟藍 所以你把楊紅跟黃抹在一起 共同 反正是誰 紅色 你看到就是紅色 就是你們玩美術的時候 視覺藝術的時候 調那個水產的樣子 就這個意思 傳說台灣學生都不太會調顏色 都喜歡用那種什麼 24色 36色 48色 只會某種顏色 不會自己調 OK 那調顏色就這樣做 這叫做 所謂的顏料三元色 好 這樣子 它的英文 這個K就是黑 可是黑 因為那個B已經用掉了 被藍用掉了 所以就變成叫K 然後K 然後YMCK 如果你們有玩過電腦的 講到印刷的時候 就會說要分色 就分這個 YMCK的色 就幫你做印刷 全彩印刷用 全彩印刷用 OK 好 這叫顏料 上面那個 顏料的 下面這個叫做光的三元色混合 上面的是顏料三元色混合 OK 所以黃色就表示它是紅跟綠 紅跟綠 看得出來嗎 紅跟綠 黃就是紅跟綠 然後它吸收其他的顏色 然後青色就是綠跟藍 你看到嗎 青就是綠跟藍 下面的青就是綠跟藍 然後把這兩個抹在一起 就只有誰啊 把這個黃跟青在一起 只有共同版 叫誰 綠 它就變成綠色 它就會變成綠色 它就會變成綠顏色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 顏料的三元色 考試的時候 其實很少烤那個 顏料的三元色 顏料三元很少烤 它全部塗在一起 那什麼顏色 黑的 全外就變成黑的 黑的 黑的 好 考試很少烤 顏料的三元色 很少烤 可是呢 你該知道的還是要知道 也很好記嘛 你記住這個 光的三元色 就知道黃就是紅跟綠啊 中間 這三個就是 中間這三個就是 顏料三元色嘛 對不對 然後它直接就知道怎麼配 不會知道怎麼配 就會曉得 OK 這就是有關於顏料的部分 無人無人得無 無 有沒有 無能